妈 没事吧 慢点 慢点 倒一头 你怎么回去了 你别管我了 师父你好 到新火路购物中心 小姐 小姐 怎么在这儿睡着了 上上都关门了 赶紧回家吧 好 赶紧回家啊 这家伙 太过分了 什么工作 这么晚 电话也不接 赶紧回家 二两神 你说 你爸是不是故意在耍我 放我个子很好玩吗 二两神 吃饭了 二两神 靳泽一 你今天怎么回事 你喝酒了 喝了一点 你让我在商场等你 你自己跑去喝酒 跟我说是工作 我开始以为是工作 后来才发现是应酬 那你不会跟我说一声吗 就非要让我等你啊 我去找你了 你又没在那里了 我从白天等到晚上 商场都关门了 那你不能等到我来为止吗 我这还不是为了帮你庆祝啊 是 帮我庆祝没有问题 请我吃饭也没有问题 但是你来不了的时候 能不能告诉我一声 我都跟你说了 我抽不开身 我有什么办法 喝酒抽不开身 给你打电话不接 关机 我看你不是抽不开身 是不想抽开身吗 耍我活儿吗 我那是手机没电了 好 你说我耍你 我干吗耍你啊 我出去鬼鬼跟你有关系吗 你真当我们是夫妻啊 莫名其名 许泽一 你要是不叫我像爸爸 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死我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晚上做的 早 这是什么 时间计划表 什么时间计划表 我昨天仔细想过你说的话了 我觉得你说得没错 我们只是契约夫妻 所以实在没有必要 打扰对方的生活 这是我做的计划表 早上六点到七点 我会使用厨房 晚上十点到十二点 我会使用客厅 所以这段时间请您 好好待在您的房间里面 不要出来 其余时间我也会待在 我自己的房间里面 避免不必要地碰面 同在一个屋檐下 怎么可能不碰面 有事可以微信 或者冰箱上面的便利贴 这是我的房子 我想待在哪儿就待在哪儿 饭都做得挺好的 饭都做得挺好的 我面包呢 算了 勉为其难 大量的浮沫 如果小脸 继续买糕 大量的浮沫 大量的浮沫 雲先生 您要我的唱片 已经陆续到了 还有 您最爱的 Nick的唱片 今天拿走吗 太好了 麻烦你帮我包起来了 谢谢 好的 是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真不巧 又遇见你了 我来淘几张唱片 你也是在找这张吗 这是Nick的首张专辑 虽然不是头版 但非常具有收藏价值 你也喜欢Nick吗 他的歌特别地精致 就像在描绘一幅 美好的梦一样 我每次听他的歌 心都会静下来 不如我们听听试试看 可以吗 当然 你想 最初 你说 你先 性格 废易 是 小声 你先 有 Hin 要不你也听听 怎么样 怎么样 好听吗 好听